在如今这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中 许多人为了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都会不约儿童的选择来到大城市进行拼搏 而对于这些来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 最大的一笔开销应该就是住宿问题了 毕竟住酒店如此奢侈的事情 肯定是多数人无法做到的 价格便宜些的旅店往往环境又会太差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全新的住宿方式出现了 那就是青年旅社 青年旅社以价格便宜 外加文化交流的招牌 很轻易就席卷了市场 成为了无数人赞助的首选 不过在人们看不到地方 青年旅社里的乱象 其实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很多人都喜欢在假期出门旅行 旅行不仅可以放松身心 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还有机会结交朋友 丰富自己的见识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一群年轻的男的女女 共处一室 欢声笑愚 单身女孩第二天醒来的 不知所措 你想知道的故事 这个地方都有 别想歪了 读者说的是青年旅社 没错 就是那个曾经几十块钱一碗的 男女混住的年轻人出行第一选择 提起青年旅社 很多人可能听过 但是并没有真的住过 青年旅社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德国 主要是为当时的一些游客 特别是背包客 提供便宜方便的短暂住宿旅店 这些背包客以年轻人为主 因此 青年旅社也逐渐从一个住宿场所 变成一个文化交流场所 1999年青年旅社之风刮进了中国 中国第一家青年旅社协会 广东省青年旅社协会正式成立 随着国家经济稳步增长 短短几年出门旅游 变成了一个能为大众接受的娱乐项目 而青年旅社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一代 背包客在旅途中最为青睐的住宿选择 青年旅社之所以被大家所选择 关键还是在于优惠的价格 相比动辄三五百的酒店来说 青年旅社只需要几十块钱 就可以休息一个晚上 由于价格便宜 青年旅社自然不如酒店那样舒适和自由 房间布局狭窄 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或者十个人 没有床帘 大部分时候都要跟来自各个地区 国家的陌生人一起过夜 甚至有时候男生女生混住在一起 这些场景几乎每天都在青年旅社中上演 虽然住宿环境算不上好 但是好在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交朋友 交流旅游心得 就像第一天住进大学宿舍的社友一样 虽然彼此之间不认识 但是大家的氛围还是很融洽 就算是有外国友人也不要紧 用简单的单词和手势也足够应付了 在2010年之前 中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 人手一台智能手机 也没有某城某团那样功能齐全的旅行APP 更没有精确的电子地图导航 大家出去玩 只能先把在网上找到的旅行攻略打印出来 放在包里 然后拿上一张纸质地图 有的时候还一边走一边四处问路 由于出门在外的背包客们 没有太多获得旅行资讯的途径 所以大家只能通过互相的交流分享 才能在旅行中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青年旅社就成了这些游客 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由此 也就造就了青年旅社互帮互助的传统 租客们会相互请客吃饭 相互分享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羁绊 很多人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人生和经历 哪怕是跟家人或者朋友 一些志同道合的租客 还会就此结伴而行 甚至成为生死之交 如果月老显灵 遇到令人心动的美女 也许还能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不过 青年旅社虽然曾经塑造了一代年轻人 对于自由 社群以及乌托邦的美好想象 但男女混速的模式 以及松散的管理 使得乱渐渐成为了青年旅社再也撕不掉的标签 有很多人都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青年旅社里跟陌生人同住 还有男女混住真的安全吗 确实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盛事之下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读者在网上找到一位匿名网友 在一家轻侣做义工的经历 一天她在帮老板整理房间的时候 发现老板的床头有一瓶迷香喷雾 此时这位女孩才明白 为什么她来的时候 之前那位义工姐姐三番五次强调 让她一定要告诉老板自己有男朋友 因为如果是单身的话 老板就会对她进行性骚扰 在网络上 关于青年旅社乱象的报道也是随处可见 就比如在2018年时 成都一家轻侣被曝光 公用浴室的墙上有一个小洞 住客发现老板偷窥女住客洗澡 尽管事后老板声称自己是被他人陷害 但类似新闻的频频发生 仍然让许多对轻侣感兴趣的人默而却步 类似的事情也不算少见 毕竟男女混住的情况下 很容易暴露人性的存在 诚然青年旅社是比宾馆酒店的价格低得多 但其安全性和舒适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舒适度我们可以先抛开 毕竟有些人对居住的环境 确实没有太高的要求 但安全性则不可以忽略 更不可以不重视 从上面的新闻案例中我们可以知道 像这种青年旅社 大多数是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的 更多的是靠人为的自我约束 但人为的自我约束 对于一些没有道德感 以及控制不住自身欲望的人来说 毫无用处 青年旅社的经营者会认为 反正这是自己经营的店 事情也不会闹大 闹大了给点钱打发了就是了 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而对于选择青年旅社的男人来说 有相当一部分是比有目的的 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并不缺钱 也许确实有些人目前生活比较拮据 只能暂时住在这种比较便宜的地方 度日 但也肯定有一部分人的目的 并没有那么简单 男女混住 就意味着他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女人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甚至可能凯到游 或者是忽悠对方跟自己上床 尤其是面对那些独身女性 或人少情况下 他也可能会故意占便宜 而在这些男人眼里 会选择住青年旅社的女人 要么就是穷 要么就是不正经 想要拿下这样的女人 还是很轻松的 不用付钱 更不用培养感情 就能跟女的上床 多省时省事省力 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就好像是把青年旅社 当成自己的烈焰的场所 至少也是能一包眼福 怎么也亏不了 当然 不光是男性 确实有一部分 住在青年旅社的女性 怀着另类的想法 对于很多战阶的风俗女来说 青年旅社是他们的休憩场所 自然也把战阶的工作 安排到这里 心怀不轨的恋爱男性 再加上卖身成性的风俗女 这样的组合搭配下来 青年旅社怎么可能不乱呢 所以综合看下来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住那种 男女混住的青年旅社 其实不单只是 人身安全没法保障 财产安全也很难得的保障 2019年 来南京出差的王先生 入住了当地一家青年旅社 被安排在了一个八人间 第二天一觉醒来 王先生收到短信 发现自己银行卡被盗刷 微信也被他人登录了 王先生当即选择报警 警方很快抓获了嫌疑人 据这名嫌疑人交代 王先生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游客虽然在住的费用上 省了一笔钱 可是安全性确实不高 一旦东西被盗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都远不止这些了 如果摊上那种摊财又摊色的人 那危险性就更大了 受到伤害自然也是如此 选择住便宜的地方 确实可能会需要面对 更多的一些 没那么好的情况 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而现如今 关于青年旅店的负面消息 频繁发生 也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了这个行业的现状 而更年轻的新人们 更是对青旅文化 提不起任何的兴趣 随着大家物质生活条件 和观念的改善 许多年轻人根本无法接受 八人间公共浴室 甚至是男女混住的住宿环境 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人的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越来越独立的年轻人 不愿意融入一个陌生的交谈群体 也不想跟任何人分享自己的过去 这样看来 青年旅车的未来 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片暗淡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何看待青年旅车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